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找亮甲 亮甲牌复方聚为同点查计 灰指甲 很多人不在意 先是一个 后来其他指甲也有了 如果传染给孩子 就晚了 没错 要抓紧致 咱呢 要经常检查手指甲 脚指甲 发现灰指甲 小心传染 得致 对 得早点致 灰指甲 会传染 抓紧致 赶快去 灰指甲 找亮甲 乐泰亮甲 人生啊 就像一场变脸 喜 轮番上演 可这一大腰椎尖盘出了问题 请用输筋建腰丸 专要关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对着输筋建腰丸 望州白云山陈礼记 一安宁丸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新闻脱口秀 尿语 说天下 各位观众 这里是辽宁卫视 每天中午十二点 准时为您播出的说天下 大家好 我是经历了两天大风的洗礼 今天的中午迎来 万里乌云大行天的一帆 昨天晚上的雷声 风声还有雨声 各位史杨的朋友 都听到没有啊 这一觉睡得如何呀 大家好 我是雨夜睡得不怎么踏实 但是一早上呢 却有了意外惊喜的哥哥 你想早上拉开窗帘的时候 你抬头望天 就发现蓝蓝的 真的好痒痒啊 真美啊 再有呢就是上班的路上 看到道路两旁树的颜色 由嫩绿变成了翠绿鲜亮 古雨过后呢 春风人盛 明天呢 史杨气氛回生 但是风沙又来了 所以呢 咱们就真心眼前加油工作吧 节目开始 先来关注一下 全国疫情的最新消息 4月21号的零时 是24时 31个省自治区 和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戒指兵团 报告新增本土病例 2119例 含202例 由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16383例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省的情况 4月21号0点到14点 辽宁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 沈阳市报告2例 大连市报告2例 沈阳市新增的2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是在隔离点内例行核酸检测发现的 疫情向好复工复产进行时 昨天沈阳的三北市场 金山农贸市场和明连市场 作为第一批的复工单位 对市民进行开放 复工单位在有效防止人员聚集方面 也是下足了功夫 设置缓冲带 安装炸机 增设隔离室 设立外地车缓冲区 从业人员信息可追溯等等 杜绝防疫隐患 是的 另外沈阳受到疫情影响停工的 1300多个项目全部复工了 410个项目新开工 新开工的项目当中 涵盖了航空装备 智能制造 新材料 新带信息技术等等 除了复工复产 家长们还关系 这孩子到底什么时候开学呢 对 好消息来了 盘锦市4月24号 也就是本周日 群市的小学一年级 至于高中二年级 含中职学校是恢复线下教学 幼儿园五一之后 恢复线下教学 是的 另外还有我们辽宁省的安山市 从4月25号 也就是下个礼拜一 这全市的普通高中三年级 恢复线下教学了 师生员工呢 需要持本人 以及共同生活者 连续三天的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报告 方可返校 胡如导师呢 4月26号起 要分批四的开始复课了 估计沈阳的神兽们 回笼的日子也不远了 咱们再来看看上海的情况 4月21号的临时 至24时 上海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1931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 15698例 其中143例确诊病例 为死前无症状的感染者转归 新增本土死亡病例11例 平均年龄是84.2岁 最大年龄94岁 死亡的直接原因 均为基础疾病所致 是的 根据部署 上海全市 从今天起 开展社会面清零 攻坚九大行动 力争早日实现社会面清零 我们了解一下 这九大行动呢 包括了社区管控行动 检测筛查行动 留掉排查行动 转运隔离行动 腾患扩容行动 中医药干预行动 清洁消毒行动 拔点行动 防外溢行动 刚才呢 GoGo说了很多 我挑重点的来说一说 那么像社区的管控行动呢 就是 封控区足不出户 服务上门 管控区呢 人不出小区 单位 错峰取物 对于居家隔离对象呢 采取上门子等方式 来限制人员外出 健康码付红码 再有就是这个检测筛查行动 它采取的就是 分区分级检测推进模式 封控区呢 每天是要开展一轮核酸筛查 会采用三天抗原 加两天核酸的组合筛查的方式 而对防范区呢 采用的是四天抗原 加一天核酸的组合筛查的方式 对快递 外卖小哥等城市服务保障人员 每天呢 要检测一次核酸 两次抗原 上海一型防控呢 仍处于关键阶段 很多年轻人是冲上了抗疫线 之前呢 咱们节目当中就说过 有一位00后的楼上拉红丧 小妮子呢 特别可爱啊 解锁楼场的身份之后呢 逐步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工作方法 没错 那咱们今天要说的也是一群年轻人 他们是29名00后的大学生了 他们是一直同吃同住在上海浦东疾控中心 任务做什么呢 就是负责打流调电话 通常内容是这样的 您好 这里是浦东疾控 请问您是某某吗 请问您是否去过某地吗 这个就是他们每天说的最频繁的话了 而到上个礼拜的时候 这些学生志愿者的服务总时长 已经超过了9222小时 疫情当前 年轻人呢 担当奉献成为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上海市家庭区呢 有一个居委会班子啊 七位成员当中呢 有五位90后 那么其中呢 居委会主任潘小哲是1990年出生 自3月5号社区风控管理以来呢 团队全部成员都住进了办公室 24小时轮流值班 已经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了 没错 他们需要接电话 回微信 安排各项工作 解决各种问题 而每天呢 都要忙到凌晨之后 一个个年轻的身影 身披战袍 挑起大梁 尽己所能冲锋在前 感谢奋战在抗疫一线的你们 上海疫情牵动人心 同兴战役 共同守护 最近呢 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 还有物资是纷纷持员上海 之前呢 咱们姐妹也说过呀 咱们辽宁持员上海的 2300吨的生活物资 最近呢 这批物资的运输过程 是再次刷屏 是啊 货坐车 车乘船 全程冷链物流运输 冷藏柜石温度 保持在2到3摄氏度 而且蔬菜统一保存 在泡沫箱当中 每隔4到6小时 进行一次开箱抽检 辽宁老铁们的信心和热心 得到了全网点赞 守望相助 抗疫必胜 没错 说得下 我们进来再来关注一下 60岁以上老年人新冠疫苗的接种 沈阳市卫健系统在基层 接种门诊 推出了多项暖心举措 为老人接种新冠疫苗 提供服务 沈阳市新华卫生服务中心 与新华街道配合 由辖区内10个社区预约 为老人和儿童及特殊群体 开设绿色通道 预留两台接种台 这样就可以不用排队 减少等候时间 它有一些就是年龄特别大 行动不方便 它不能直接到我们接种门诊的 然后也是和我们预约 然后我们进行综合评估 可以的话 我们就安排人员上门 给这些老年人进行新冠疫苗的接种 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隐秘性和传播性更强 对老年人 尤其是没有接种疫苗 和有慢性基础病的老年人危害更大 因此全面提高新冠病毒疫苗 老年人的接种率 才能更好地保障老年人的生命安全 接种新冠疫苗就是说 对他们的这种保护的作用 效果非常明显 预防减少这种重症 或者死亡的发生 有数据统计 截止到10月19号 全国有超过30亿 真次的已经接种了这个疫苗 这个疫苗相对非常安全 大家可以放心地接种 此外 沈阳市接种门诊 全庭开放 周末不休息 可以满足居民接种需求 医生建议 符合条件的老年人 应该尽快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说了一下 说养老 说近年来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 相关的养老制度完善情况 也是备受大家关注 就在昨天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 个人养老金政策的靴子 终于落地了 个人养老金与基本养老保险 企业职业年轻 共同组成我国养老保证体系的三大支柱 目前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制度是初步建立 并且在逐步完善 已经覆盖了5800多万人 对 那这个个人养老金的制度出台 也意味着在整个养老保险体系当中 补上了一块短板 它主要就是用于提高 个人养老时候的收入 个人养老金政策 事关每一个劳动者的切身利益 那么今天我们就是来解读一下 也就是大家最为关心的 谁能参保如何参加 每年交多少 老了如何领取呢 一样一样来说 咱们首先来说一说 哪些人可以来参加个人养老金呢 在中国境内参加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或者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 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 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为10.25亿人 也就是说大部分人都可以参保 对那咱们接着来说第二个问题 就是如何参加 个人养老金实行的是个人账户制度 缴费完全是由参加人个人来承担的 实行完全积累 参加人可以通过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 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 可以由参加人在符合规定的商业银行指定 或者是开立 也可以通过其他符合规定的金融产品销售机构来指定 另外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 可以用于购买银行理财储蓄存款 商业养老保险 公募基金等等的金融产品 并且承担相应的风险 那有人会问了 这不是跟银行的储蓄一样了吗 就是表面看起来很像银行卡 但是它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 跟银行存款的主要区别在哪呢 就是个人养老金 它在一定额度之内 它有个人所得税的一个优惠 那对接个人养老金的这个投资产品 也都是经过领选的合格产品 兼顾安全性和引力性 个人养老金采取账户的封闭管理 一般是不允许提前支取 是话短为常的资产管理的手段 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 银行卡里的钱 你是可以自由支取 但是个人养老金不行 是封闭的长期的投资的 好嘞我们进来说下一个问题 就是每年要交多少钱 个人养老金每年较大 上限是1.2万元 只能少不能多 完全由个人承担 缴费越多退休之后的待遇越高 自愿参与并不强制 这个规定的全年缴费的上限较低 充分表明说个人养老金制度 它主要针对的就是中低收入人群 在缴费方式和缴费标准上 也充分体现了低门槛 低成本和普惠性 那么既然是保障 那我们参加了个人养老金 什么时候可以收益呢 那么以下情况满足一个就可以 参加人呢 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出国境定居 或者具有其他符合国家规定的行情 经过信息平台 核验领取条件之后呢 就可以选择按月 分次或者是一次性的 领取个人养老金了 这个领取的方式 一经确定不得更改 领取的时候呢 个人养老金是由 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 转入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 那么还有一点啊 参加人死亡之后呢 其个人的养老金资金账户中的资产 可以继承 目前个人养老金具体的实行时间呢 还没有确定 它会在部分的城市呢 先实行一年的时间 再逐步推开 个人养老金制度呢 是体现退休保障 退休储蓄属性 完善三大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 助力形成以养老为目标的 长期投资理念为目标 而作为普通百姓呢 更为关心的是 我投入多少钱合适 未来呢 能够产生多大的收益 咱们呢 也期待着配套细则 可以早上出台啊 是的 声音下我们新闻继续吧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认识一位 眼里疲惫 且耐心守护的男人 他常年啊 实际上都没有1000块钱 但是呢 却敢做500个孩子的爸爸 来吧 咱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画面上这位 憨厚朴实的老师 今年56岁的刘爱业 原本呢 是湖北隋州市 技工学校的一名老师 有一次呢 他和同事啊 到农村去招生 一名30多岁的女子 拉着他们呢 去家里看看 他有智力诈的儿子 对 他说 这孩子没上过一天雪 他这辈子该怎么过呢 这个无奈的哭诉 让刘老师深受震撼 他萌生了创办 残疾人学校的想法 而几年来 省吃 俭用 攒下的一笔笔钱 在2010年9月的时候 随线博爱特殊教育学校 正式成立了 学校一开门啊 刘老师就傻了眼啊 他呢 没有做任何的宣传 竟然一下子 涌来了150多名学生 由于呢 是第一次独自离家 很多孩子呢 非常的不适应 很晚还不睡觉 有的是大吼大叫 有的是围着操场 是一圈一圈的疯跑 刘老师只能够 跟老师们一起 不眠不休 满操场的去追着孩子跑 深夜啊 他们把孩子 一个一个的哄回了被窝 累了 困了 也没时间平复一下 复杂的心情 就被每一天繁杂的工作 给推着往前走 刘老师说啊 回想过去十几年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嗯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 学有所成 刘老师也自己 摸索出了一套模式 对智力较低的孩子 重点补习文化课 让全忙的孩子 学习按摩 爱好文艺的孩子呢 学习音乐 智力正常 但是肢体残疾的孩子 去学电工 电子技术 计算机应用 好几次呢 实在坚持不下去 想要放弃啊 可看到那一张张 无忧无虑的脸 他又打消了念头 继续咬牙坚持 学生从七岁到三十岁 全部是残障人士 学校食宿全包 日常的卫生用品呢 都是免费提供的 而还要四处去想办法 推荐孩子们去就业嘛 所以你想 就这样的一个大家长 他身上的担子 真的是可想而知的 为了维持学校的运转呢 刘老师呢 还招呼全家都参与进来 中了几十亩地 来补贴学校的费用 他说啊 我怕你的笑话 我身上的现金呢 从来都没有超过一千元 十二年以来呀 随先博爱特效 先后接纳了残疾青少年 五百多人 学习 培训 康复 脱养 大部分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有不少以前 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 不再需要他人照顾 而且还可以分担家务 还能干农活 一些孩子还开店创业 当上了老板 孩子们呢 变自立了 也有了好多归宿 刘老师呢 打心眼里也非常的高兴 他说啊 接下来呢 想以学校为平台 带动更多的爱心人士 参与到助餐事业当中 你看这就是朴实的人 做着伟大的事 谢谢你 刘老师 说得下我们进来来说 蓄势待发 今天对于我们辽宁人来说 最大的关注点 应该就是晚间的 CBA总决赛的第二场了 对吧 已经开始激动了 对 辽宁本纲男篮 对阵浙江广上男篮的比赛 根据总决赛的主客场呢 是二二一一一一的赛制 那么今天晚上辽宁男篮 还是主场坐阵来迎战浙江广上 赛前公开训练呢 也是主队赛先 欣下一场的辽宁男篮呢 今天上午进行了赛前的 最后一次公开训练 是的 在公开训练当中呢 除了郭艾伦没有进场训练 那其他队员呢 都是新数到场了 赵继伟 富豪 张震灵 以及上一场发挥不错的小将 周俊成都状态轻松 训练积极 看上去信心十足 虽然是拿下了首场比赛 但是总决赛的每一场比赛 都需要足够重视 希望辽兰呢 可以一鼓作气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 虽然两场比赛的 间隔时间的比较短 但是因为是在疫情期间啊 所以呢 小伙伴们呢 日常起居 也是家乡父老乡亲们 格外关心的啊 是啊 总决赛期间 聊来小伙子们 每天呢 都是从球馆到宾馆 两点一线 这他们的日常生活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球迷们肯定是想知道吧 马上给大家带来 我们的独家视频 来看我们的细节 从南昌发挥的独家探班 昨天并不是比赛日 但是昨天下午 辽宁南岚还是按部就班的 准时来到了训练馆训练 虽然拿下了开门红 但是总决赛才刚刚开始 丝毫不能掉以轻心 不过从训练来看 大家还都是比较轻松 除了训练 吃住行赛 都是比赛中很重要的环节 联赛期间 球员最重要的生活区域 就是在宾馆了 赛后的康复治疗 也都在酒店内进行 同时 辽宁本岗南篮主场MC梁家硕 一直与球员住在宾馆绿区 这里就是运动员就餐的餐厅 我们也可以看到 赛区为大家准备的这个菜品 还是非常的丰盛 环境也非常的不错 根据总决赛 七局四胜制的赛制 今天晚上CBA组决赛第二场 辽宁本岗南篮主场 再战浙江广沙南篮 我们期待小伙子们能够再接再厉 顺风顺水再下一城 先闻大小评 特殊技能我来评 说最近河北石家庄 一家商场的套圈活动上 出现了一位套圈大神王先生 最高奖品电冰箱 一台要三千多块钱 他用商场买洗衣 换的圈 愣是一口气套中了七台 一个商场 他搞活动的 九块九 给一通洗衣液 再给四个卷 一个卷能能可以兑换五个圈 一共换了是八十表圈 四十 套了洗衣液 商场一共是二十台 三千多块钱 帮一个老大爷套了一台 帮个老大娘也套了一台 帮那个老大爷套了 是用人家的圈 一个男粉丝 一个女粉丝 帮他家套了一台 一共套了七台 挺难的 那个圈的小圈 十三米的距离 一般人的话 根本套不住 其他奖品 都是一些毛巾了 水杯了 眼部按摩仪了 这东西我都没有要 现场我也帮很多陌生人 套了一些小的一些东西 大伙看一看 这个碗口大小的这个圈 十三米的距离 王先生一手套圈 简直是出神入化 四十块钱呢 八十个圈 不禁给自己套来三台冰箱 还帮旁边的大爷大娘 套中四台 对于商场来说 高手不可怕 就怕高手还乐于助人 光自己有不行 还得帮别人拿到手 网友们是纷纷表示啊 王大哥 您看您还缺朋友吗 这大哥的套圈技术呢 能让人折服 这边云南红河 一个五岁小男孩的厨艺技能 也让人惊叹 年纪不大 但是呢 黑暗料理 已经掌握的炉火成精了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这孩子呢 是好孩子 觉得父母呢 非常的辛苦 于是在爸妈 离家干活的 两个小时之内 自己动手 想在他们回来之前 做一桌饭菜 结果呢 就是你们看到的这样 十个鸡蛋 打碎了八个 里面呢 放了辣椒 还沾了锅 这米饭也没煮熟 妈妈 彭女士表示啊 很好笑 但是呢 也很感动 孩子呢 年纪不大 却懂得心疼父母 不过更多的是后怕 毕竟的厨房重地啊 像这个刀具 煤气和明火 孩子独自在家 一旦使用不当 后果就不堪设想啊 其实呢 关心父母 还可以有很多的方式 孩子呀 等你长大了之后 再苦练厨艺 咱们呢 先从把米饭煮熟开始吧 说到近日 湖南长沙一位奶奶 因为六岁 孙子身上长皮疹 骚痒不已 以为是床上有跳蚤 就用滴滴胃 浸湿纸张 放在了床单下面 原以为可以杀虫 不料土办法 用上之后的第二天 孙子就出现了 乏力呕吐腹痛症状 背部还出现了水泡 经检查 孩子确诊为 有机磷中毒 就是滴滴胃中毒 目前正在进一步治疗 除虫办法那么多 偏偏选了一个 最不科学的呀 说近日 因为疫情 学生不能回家 河南安阳一辅导员 特意和家人 做了包子饺子 带给学生们吃 想让他们 吃到家里的味道 缓解孩子们的想家之苦 结果同学们吃完 更想家了 感动的孩子们 热泪盈眶啊 炒面差点失控 感谢贴心的辅导员 估计孩子们 真要名正言顺的 在课堂上吃东西 也是头一回吧 说太拼了 近日在上海 一个方舱院里 朱女士发现 隔壁床的小伙子 从早上七点就起床 九点准时坐在电脑旁 开始办公 视频会议 基本上除了吃饭 上厕所 都是在电脑前工作 保持着朝九晚五的 工作状态 朱女士觉得 在现在这种状态下 她能够这样积极上镜 认真努力的样子 能给在隔离的人们 带来一些鼓励 事后这名小伙子 也发视频回应说 自己是做互联网的 无论在哪里 就只是换个地方搬砖而已 她希望所有的朋友 能够积极面对 争取早日回到正常生活 说21号 在河北市家庄 一只大鸟被拍到 带着穿透身体的 一米长舰飞行 揪心画面 引发广泛关注 林业镇工作人员 证实了重舰的大鸟 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白富瑶 截至目前 多个部门 已经在事发现场 进行了两天半的搜救 现在已经确认 大鸟的活动位置 在进行救治 看着都疼啊 也佩服大鸟 顽强的生命力 一定追查到底 严惩射鸟人 时代不同了 弯弓射大鸟 不但得不到赞赏 还得负法律责任 说生命力顽强的 还有这棵树 19号福建福州的 一个小区停车场里 一辆闲置车的 货备箱缝隙里 长出了一棵树 刘先生看到之后 就拍了下来 他说看着车子 疑似报废车 车门有的地方都还列着 感觉停了有五六年了 通过缝隙可以看出 因为挤压 树干都快断了 但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一棵树生长的力量 说了一下 我们进来来说一说 刘庚宏女孩 作为一个刚刚 从居家状态走出来的人 首先我真的是不允许 有手机会刷直播的人 还不知道刘庚宏女孩 这不知道的朋友 不要着急 他不允许的事 我允许 我给大家回来说一说 刘庚宏女孩 她不是一个叫刘庚宏的女孩 而是指一个 以刘庚宏为代表的群体 字幕上 这个填字旁的字 念庚 对我来说 这个字和这个人一样 都是初次相识 对 其实我身边就有很多 刘庚宏女孩 年龄从20岁到70岁不等 这样给大家伙来介绍一下 刘庚宏到底是何许人也 在这之前 他的标签就是 一身剑子肉 周杰伦好友 小泡夫的爸爸 不知名 但是有极度眼熟的男明星 但是自打他在上海居家隔离之后 这一周五天准时上线 燃之健身操直播 让他一跃成为直播界 现象级的博主 在娱乐圈已经出道32年了 这32年之后 没有想到50岁的刘庚宏 是用直播家健身 开出了自己事业的第二春 数据显示 在最近的30天当中 刘庚宏的抖音账号 涨粉超过了1000万 累计观看人数 接近4000万 单场人气的峰值 已经破百万了 几乎就是转眼之间 人人都爱刘庚宏 人人都在跳 本草纲目 刘庚宏女孩成为了时尚 大家伙见面 打招呼都问 说你跳了几遍 本草纲目 咱们走进刘庚宏的直播间 短裤背心的她穿着袜子 是站在瑜伽垫上 随着音乐运动 在这里好友 朱杰伦的本草纲目 更是不停地被刘教练 鼓励和拉起来 继续嘉练的表情痛苦的背景版 你知道生了三个玩的妈妈呀 这中间一度累的喘不上气呀 做错了动作 还得被刘教练骂 太难了 但是你看一周两周 她确实又在变瘦 确实又在变美 这不就是咱们屏幕前 每个女孩最期待的将来吗 何大叔啊 不仅是媳妇 连丈母娘也经常被拉下来运动 全家齐上阵 要不怎么刘庚宏女孩的年龄上界 也在不断地长呢 刘庚宏超过30年的健身经历 十几年如一日的好身材 直播过程当中的健身心得 自己经历的健身瓶颈 更是拉近了和每一个 刘庚宏女孩的距离 所以刘庚宏跟其他健身明星 既像又不是那么的像 她有着一样的好身材 但是也会碎碎念的 像每一个捞到你动起来的普通人 那么这样的元气健身播出 又有谁能不爱呢 不过的话说回来 跟着刘庚宏跳操 到底有没有效果 咱们也请现场的刘庚宏女孩 来回答一下 我吗 现场 我觉得这个见仁见智 说实话我也计算过 跟着直播大概跳60分钟 结果燃至只有273卡 效果就相当于 跑步机快走30分钟 性价比不算那么高 但是这种运动体验 真的是特别棒 主要是这种运动体验 让我觉得自己很棒 因为跳完之后一身大汗 然后再来一段打卡 朋友圈里面秀一秀 体质撑上站一站 就觉得自己积极向上 就觉得真的你可以相信说 回归正常的日子就快来了 这段宅家的日子 你没有虚度 真是啊 跳完之后 我见到你第一反应 就想说又瘦了 真的吗 真的是啊 这个身体和灵魂呢 总有一个在路上 钱包和腰围 最好只有一个撇下去 病毒呢 火石丹丹 健康太重要了 我们要用更好的营养 更多的锻炼 更强壮的体魄 更自律的生活 来抵消疫情下的 各种不确定性的消息体验 重新呢找回对于生活的掌控感 这也是运动所带给我们 更大的回馈 是的 所以说啊 别光说这个刘庚红女孩了 为了健康 今天呢 我也做一回 刘庚红男孩 一起练起来 加油吧 说得下 我们今晚来说一碗 粉蒸肉引发的官司 摊上官司的是 重庆的王女士 她在网上销售自制的粉蒸肉 因为没有标注 这个产品的相关信息 结果呢 被买家举报为 三无产品 告上了法庭了 今日呢 二审结果出了 王女士败诉了 还要退还四千五百元贷款 并给予十倍赔偿 共进了大约是五万元 面对这个结果呢 王女士委屈想不通 觉得呢 自己是被职业打假人给敲诈了 这样咱们从头来好好说 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一看到底这事 谁对谁错 王女士呢 是在网上售卖的自制美食 她是出自婆婆之手 老人家很会做泡菜 包括那个风豆豉啊 腊肉啊 香肠 一些当地各种农村的美食 而大约在四五年前吧 这王女士呢 就开启了一个网店 网店的名字叫做 毛妈妈土特产经营部 她跟婆婆以及丈夫呢 一起专门去卖这些自制的 风味美食 特别受欢迎 一开始啊 毛妈妈的产品呢 是以泡菜之类的为主 到去年的时候呢 他们增加了粉蒸肉等 传统的扣碗类的产品 去年的西月呢 顾客邵某订购了 150份的扣碗类的产品 包括粉蒸肉 烧白 风豆豉回锅肉 一共是各50份 总价是4500元 说是单位团购 那为了这笔大单的 每份扣碗 都是王女士现做出来的 最后呢 还将所有扣碗 用真空包装发货 只不过呢 在这个包装上啊 没有任何的标识 王女士也因为这个事啊 是摊上事了 对 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呢 王女士就被少谋起诉了 对方说 她出售无生产日期 无质量合格证明 无生产厂家的三无产品 要求退还4500元的货款 而且呢要按照这个货款的 10倍金额予以赔偿 对于买家提出的三无产品呢 王女士解释说啊 她家呢 此前售卖的各种食品 包装上啊 都是按照规定 标注了食品的名称 生产经营者的名称日 地址 还有生产日期 保质期等等的进息 那么这一次呢 顾客要的150份扣碗 因为是新推出的产品 而且量多时间紧 她来不及准备这个包装 粉蒸肉呢 和瘦白是用一个 土制的小碗来盛放 外边用一个真空透明的袋子 来密封包装 那么风豆豉回锅肉呢 是用一个金色的铝箔餐盒 密封 并且粘贴封口包装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去年一审开庭 判决王女士败诉 王女士提出上诉 那近日呢 法院做出了二审判决 她再次败诉 法院支持原告 邵某的这个诉求 就判毛妈妈土特产经营部 要退还货款 并且予以十倍的赔偿 加上案件的受理费用 王女士家一共是要掏五万多元 面对这个结果呢 王女士觉得自己呢 非常的委屈 她怀疑呢 邵某为职业打假人 其行为呢涉嫌敲诈 但是呢 有律师表示啊 职业打假人的身份 不影响索赔的合法性 只要索赔金融呢 不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 通过诉讼要求赔偿 并不违法 另外律师也说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68条规定 法律并不禁止出售散装食品 但是呢 要求在外包装上 标注食品名称 生产日期 保质期 地址等信息 因为王女士她销售的 这个土特产呢 都没有相关的信息 所以被认定为三无产品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从法律层面来讲 王女士是有错的 王女士表示呢 做这个啊 其实呢 就是养家糊口 本来呢 利润就比较薄 现在呢 败诉之后 家人呢 都非常的心疼和难过 所以说王女士销售 自制美食的这个出发点 真的值得同情 但是食品安全大于天 无论是正规厂家 还是我们私人的作坊 咱们必须首先要保证 食品的卫生安全 必须要按照食品安全的规定 要标注好这个食品的名称 生产日期 保质期 地址等信息 我相信呢 这一定也是一个教训啊 现在类似的私人作坊啊 家庭作坊的有很多 也保不齐呢 有跟王女士一样的做法 有不符合规范的地方 只有自己做的合法合规 别人呢 才挑不出来毛病 大家呢 一起下游 是的 说得下 我们进来呢 再来看一看列车上 惊心动魄的时刻 4月14号 在云南昆明 开网林昌的这个动车上 有一名孕妇 突然临盆了 危急关头呢 铁路工作人员 和热心旅客 是一起站了出来 这一幕发生在 4月14日的 第8106次列车 当天10点42分 发车后不久 列车长文董云 在巡视时 听到4号车卫生间 传出求助声 原来怀孕旅客自女士 当天和丈夫女儿 一同乘车 不料上车后不久 她却突然腹痛 虽然距离预产期 尚有10日 但当时羊水已破 急需完成分娩 随后 医护人员 热心旅客 以及乘务员 赶到现场 准备为自女士接生 其他旅客 也纷纷伸出援手 将围巾 毛巾 纸巾 不断传递到4号车厢 按原计划 列车前方到站 楚雄站 为保障产妇 和新生儿安全 昆明局集团 迅速调整 安排列车 在最近的 广通北站 临时停靠 中午11点17分 列车抵达广通北站 母婴被迅速 护送上救护车 目前 母婴状态良好 新闻大小评 不恰当的反骚扰 我来评 说最近呢 江苏扬州的一个 露天篮球场 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一位宝妈呀 觉得大伙打球的声音太吵 影响到四家孩子学习了 在占领球场 喂我之后呢 这名女子 直接放了一个大招 是手撕球场 我们去打球嘛 旁边的一个女的 她就跑出来 站在篮球场中间 跟我们骂 说我们影响她小孩子学习 我们就没理她 当时那个时间 五点钟 政府建的篮球场 大球 合情合理 然后她过了一会儿 喊她家里人过来 把篮球场撕掉 目前呢 双方都已经报警了 警方呢 批评教育了该女子 并且协商女子的赔偿事宜 当地的工作人员表示呢 这个篮球场呢 离居密楼很近 规划不当 下一步呢 会考虑将篮球场牵走 很明显啊 面对所谓的骚扰时呢 蛮横破坏公务的行为 并不能解决问题 双方的沟通 调整和退让 才是唯一的办法 无独有偶啊 最近的美国的一架航班上 为骚扰导致的暴力事件 打人者呢 不是别人 正是传奇人物 拳王泰森 当时呢 坐在泰森后座的男子喝多了 一直在骚扰前排的泰森 去开始呢 泰森也没在意呢 后来是有点受不了了 就警告该男子说 别再跟我说话了 没想到还是不奏效 从当时飞机上 拍摄的视频来看呢 泰森是从位置上转过身来 对后座男子连殴数拳 把人打到脸上流血 飞机落地之后呢 被打男子 接受了医疗救助并向警方报警 虽然呢 事出有因啊 但是无论如何 争端的解决方式 都不是诉诸暴力 拳王的拳头呢 不应该用在这样的时刻 说我每年的4月20号 是联合国设立的中文日 近日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 组织立场中文日庆祝活动 活动现场 学生们通过听说读写等方式 用中文参加小游戏和请答活动 还表演了相声和武术 近些年来 非洲多国掀起了汉语热 在大学开设汉语课程 建立汉语培训基地 很多学生都表示 希望自己能够成为 中非文化交流的使者 说本月的24号 两名跳伞运动员 卢克和安迪将尝试 空中互换飞机挑战活动 届时 他们俩将各自驾驶一架飞机起飞 然后在空中跳出飞机 并跳进对方的飞机中 再重新控制飞机返回地面 在空中 他们需要让飞机 以他们跳伞时的速度下降 这对飞机硬件 和两个人之间的默契程度 说近日 法国巴黎的拉维莱特大厅 举办了一场创意气球展 观战者可以把自己 埋进白色的气球海洋中 拍一张照片 记录下此刻肆意畅快的自己 或者只做个简单的观众 看这些色彩浓郁的气球 是如何毫不违和地 占领生活场景中的一角 无论是天真浪漫的小朋友 还是同心未敏的大朋友 都可以在这里感受到乐趣 说1986年 墨西哥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 阿根廷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 马拉多纳用手将球打进 英格兰队的球门 裁判判定进球有效 人们将这个进球 戏称为上帝之手 当地时间20号 马拉多纳在这场比赛中 所穿的球衣 在英国伦敦正式亮相 苏富比拍卖行表示 这件球衣目前已经在网上拍卖 预计将拍出超过520万美元 我叫扎塔鹏 参加工作30多年了 现在担任余智林药业的厂长 兼致不熟悉 老年人呢 有问题了不说 怕麻烦人 比如说便秘的老人 不光遭罪 还容易引起别的 玉芝林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成功研发出了 专门用于通便的产品 便通 05年 还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在一千多种水果蔬菜里选 找有通便功能的 还得温和 每天都有反黑心 特别感动 也很欣慰 变通牌天天胶囊 专门针对便秘人群 现开展9块9体验活动 打个电话 只要9块9 体验12天变通 通便专用 就是变通 我参加工作了三十多年 记住两个字 严谨 继续把它做下去 用数据来说 便通 专门针对便秘人群 采用无种果蔬 能帮助肠蠕动 能润化肠道 还能保养肠道 这是一个蠕动 润滑 保养三合一的新方法 是专门帮助通便的方法 是更适合中老年人的方法 变通胶囊 肠道蠕动起来 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每天只在睡前吃一次 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 变通牌天天胶囊 现开展九块九体验活动 打个电话 只要九块九 体验十二天变通 通便专用 就是变通 我参加工作了三十多年 记住两个字 严谨 继续把它做下去 用数据来说 变通 专门针对便秘人群 采用无种果蔬 能帮助肠蠕动 能润滑肠道 还能保养肠道 这是一个蠕动 润滑 保养 三合一的新方法 是专门帮助通便的方法 是更适合中老年人的方法 变通胶囊 肠道蠕动起来 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每天只在睡前吃一次 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 变通牌天天胶囊 现开展九块九体验活动 打个电话 只要九块九 体验十二天变通 通便专用 就是变通 人生啊 就像一场变脸 喜 不 轮番上演 可这一大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请用书筋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后 对症 输筋建腰丸 望州白云山 陈礼记 一安宁晚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实在下 我们新闻继续 说最近浙江一名男子 偷了手机 被警方锁定 但是几次抓捕 人都不在 说到民警想办法找人的时候 男子竟然自己来到了派出所 在浙江永康市公安局 向珠派出所的报案大厅 该男子寻求警方帮助 民警很重视 立刻给该男子做了检测 但是结果却出人意料 所有检测结果 都是阴性的 就在这时候 民警发现 该男子有些眼熟 经过仔细 征扁之后 发现他是我们之前 一个盗窃案件的嫌疑人 然后我们就把他带进去侦查了 原来 该男子姓梁 贵州人 今年21岁 没有工作 也没有固定住所 今年三四月份 他在象珠 古山 唐仙等手机店 以买手机为由 趁着店老板接待其他客户的时机 直接带着手机溜走 总共道德 手机三只 总共价值 2880元 被盗手机 目前警方正在追查当中 犯罪嫌疑人梁某 则因涉嫌盗窃罪 已被当地公安机关 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 说就在前几天 浙江杭州林平公安 重贤派出所接到了线索 辖区内有居民 疑似遭遇了电信诈骗 民警拨打电话 一直是处在战线的状态 还好经过跟这个女子的老公联系 找到了正在被诈骗中的女子 民警了解到 女子当天下午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杭州市公安局的 还说女子的身份证 被别人套用办理护照 护照上的记录 有非法入境嫌疑 需要女子配合调查 并且要她将手机设置成误扰模式 不得与外接任何人员联系 女子刚开始还不相信 随后骗子给她拨打了视频电话 女子就被吓住了 对方还准备让女子打开 手机上的设备共享 还好民警及时赶到阻止 这个不要全都不要打开 在设备之间共享 就是别人可以通过你的手机去操控 据了解 女子的银行卡里有190万 如果民警没有及时赶到 这些钱很有可能被对方骗走 最后民警对女子进行了 防诈骗安全教育 女子感谢了民警 并表示以后一定会多加小心 说日前教育部表示 已经实施多年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和课程标准修订完成 将于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执行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和语文等16个课程标准 2022年版对教育学的内容 方式等进行改革 注重对实际问题的有效回应 强调加强血段衔接 说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李春良日前表示 我国今年将在青藏高原 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等生态区位重要 和生态功能良好的区域 新设立一批国家公园 说地名管理条例 日前完成修订 自5月1号起实行 修订后的条例 对地名管理做出全面系统的规定 对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 体现中华历史文脉 以及重大社会影响的 国内著名自然地理实体的 命名更名 报国务院批准 说近日 国际牌联庆祝成立 第75周年海报发布 朱婷作为代表性人物 出现在海报C位上 目前朱婷正在西班牙 巴塞罗那进行术后康复 期待朱婷能够早日回归赛场 得到灰指甲 一个传染两 哎 刘婶呢 她呀 得了灰指甲 灰指甲要小心 传染 可不是吗 她怕传染给小孙子 想抱不敢抱 小手也不敢签 灰指甲变色 变厚 变形 找亮甲 亮甲牌复方聚为铜点茶剂 灰指甲很多人不在意 先是一个 后来其他指甲也有了 如果传染给孩子 就晚了 没错 要抓紧致 咱呢 要经常检查 手指甲 脚指甲 发现灰指甲 小心传染 得致 对 得早点致 灰指甲会传染 抓紧致 赶快去 灰指甲 找亮甲 乐泰亮甲 大家好 我是相声小品演员 作家王振华 您平时啊 都是在春晚上看到我 今天我来做您信赖的 好物推荐官 中老年人啊 推荐不好 春季正是补鞍糖补钙的黄金期 在市场上随便一款鞍糖 一个月都得三四百 本档快乐团拼 我给老铁带来的是大厂家生产的 鞍糖软骨素钙 可以做到软骨硬骨一起补 护关节增加骨密度 原价一盒是一百二十五 现在只要二十九元一盒 除了这个超低的价格 我还为老铁争取到了 买三盒鞍糖软骨素钙 也就是一个月用量额外 还送您价值218元的鞍糖霜一支 这个鞍糖霜就是外用鞍糖 对疼痛腹胃可以外用涂抹 透皮一吸收 配合内服鞍糖这个黄金组合 可以说是内外霜补好用一吸收 这么算下来 一个月87元 每天两块九毛钱 鞍糖加鞍糖霜全解决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 这个鞍糖软骨素钙 每一百颗 涵盖高达12颗 更有六种骨元素全面修复 再加外用透皮一吸收的鞍糖霜 这么多东西 一个月也得593元 现在您只需87块钱 就能解决一个月的量 每天只需两块九毛钱 就能给自己给爸妈 一个说走就走的骨健康 每天两块九毛钱 鞍糖加鞍糖霜全解决 只限三百个名额 正在奏降 赶快拨打团队乐线 跟着我一起团 人生啊就像一场变脸 可这一大腰椎间盘出了问题 请用输巾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吸酸痛 对着输巾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一安宁晚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说了下 欢迎回来 说天地之美 四十之序 万物之声 都是属于地球最美的旋律 4月22号 今天是世界地球日 今天节目的最后 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场 地球级的音乐会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